这个家庭父子都是民警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职业的坚守 国家同志做工作比较细心 而且能力非常突出 哪个家里面有什么大事小情也会去帮忙 而且非常热心 危难面前他们临危不惧 用勇敢与付出书写了无悔的篇章 我一定不能让他留恋 我要做好他没有做好的事情 而且我要更加努力来做好他的儿子 时值新年 他们用满满的爱传承文明好家风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都市情缘 春节特别策划 幸福请回答之 两代人的金手 都市情缘 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 情缆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全国文明家庭的故事 今天节目的主角 他叫做杨古宇 杨古宇的父亲杨志贵 是一名刑警 但是2000年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杨志贵不幸因公殉职 如今34岁的杨古宇 也成为了人民警察 在封城市公安局高新园区派出所 做政治教导员 杨家两代人 用赤诚和英勇 默默坚守在公安岗位上 这个家庭为何会被评选为 全国文明家庭 这背后又有哪些 动人心弦的故事呢 工作顺顺利 在家里能抱着老包小孩 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视 这就是我觉得很幸福 2022年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妻子 我非常感谢 我们结婚以来 她对我的帮助 以及一直以来的陪伴 我都是在尽职的本职工作 我就做了一个 人民警察该做的事情 工作 家庭 快乐 我觉得 如果 2021 能跟2020 这样顺利 这样工作和家庭 都很圆满 都很幸福 我心里够了 坚毅的眼神 有力的身影 此刻正在健身的正是杨古语 一走进封城市公安局高新园区派出所 提及杨古语的名字 大家都连连称赞 胡义同志做工作比较细心 而且能力非常突出 为人非常忠厚 而且执行命令非常到位 有时候还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一件事会抠细节 尽量把它做成最好 对我们民警 在无论是工作上 还是生活上 都比较关心关爱 什么 哪个家里面有什么大事小情 也会去帮忙 而且非常热心 杨古语的父亲杨志贵 是全国公安二级阴谋 封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原教导员 2000年 在一次行动中 为保护战友 不幸被歹徒刺伤 因功殉职 从他爸爸出世以后 我的日子 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这些天 无法想想 无法想想 谁都体会不到 福秋莲告诉记者 2000年9月30号晚上 他像往常一样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等待丈夫执行任务归来 突然 一阵急促的门铃声 打破了夜的宁静 这个我的门铃就紧想紧想 我突然之间 一个箭就爬起来 打开门来 就看到是我们居里的门 当时我真的 就天就塌下来 那个时候 我都还没想到 他会一早两次 我想到他是重伤 因为他的身体很好 好结实 那个时候 我十三岁 都出三 刚刚出三 我下楼梯出门的时候 我都低头出门 在路上 经常会出现幻听 就是别的小朋友 喊爸爸 我都感觉 感觉 感觉 感觉是我爸爸一样 经常都回头看一看 这个 这种感觉 永远在心里 没有 没有 在杨古语的记忆里 父亲总是很忙很忙 对于别的小朋友来说 和父亲打场球 过一个生日 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 可对于杨古语来说 却是一种奢望 父爱的缺席 是杨古语心里 永远的伤痛 每当遇到困难 他都会想起父亲 一个没有父亲 引导的一个儿子 真的很难 特别下工作之后 就能接触了更多事情 就发现 人生路上 缺少一个运动人 一个导师 是有多么累的 2007年 从锦校毕业的杨古语 参加了公安工作 一如既往地 走上了父亲 曾经从事过的 公安行政工作岗位 公安有一种 特殊的循环 觉得父亲是这样 儿子 我也要成为这样 现在什么紧张 我不后悔 而且我也觉得 我很荣幸 杨古语的这一选择 在当时 他的母亲 图秋莲 是强烈反对的 因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最大的愿望 不过是希望儿子 平平安安 那个时候 我也跟他 真的也跟他吵了 真的吵了 那个将近一个月 不是一天两天 我是坚决反对 要他到行政大队去的 失去至亲的滋味 杨古语心里很清楚 他也想让母亲安心 但是当父亲曾经工作的岗位工作 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 是他13岁那一年 就暗暗立下的志向 去接触下我爸的工作环境 他为什么每天能找出玩具 他为什么能不过家 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忙 他为什么会牺牲 因为那个时候太小 很多事情我妈不跟我讲 我爸的一些同事 他也不跟我讲 我就想自己探究一下这个原因 他把悲伤化作坚守的动力 沿着英雄父亲的足迹前行 我一定不能让他流离 我要做好 他没有做好的事情 而且我要更加努力 来做好他的儿子 家国面前 他们甘愿在英雄背后 默默付出 应该现在上班了 就踏踏实实工作 禀禀纷纷住人 都事情缘 春节特别策划 幸福请回答之 两代人的坚守 都事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我选特别香的 鲁花低解酸菜籽油 鲁花低解酸菜籽油 煎炒烹炸炸炖 样样都好吃 特别香的 鲁花低解酸菜籽油 金牛鹤岁迎春纳福 品皇家美味 过幸福中国年 皇上皇集团 恭祝全国人民 和顺志祥 新春快乐 好味道 降心灶 皇上皇降压 金牛六种坚果 六六六 六种坚果 营养六 月底坚果 七星六 每日一瓶 星期六 生磨智取 高瓶吸收 六种坚果 一瓶就够六啦 金牛六种坚果 红毛药酒老品台 传承二百八十年 驱风厨师通筋落 书筋活血 健脾肾 品质如精选红毛 客户爸妈更周到 红毛药酒带爱回家 滴滴情浓 温暖团圆季 红毛药酒带爱回家 懂你的悲伤 我如果能跟别人 一结婚就 能顺利的胜伤 想要也多好了 更懂你的不堪 我想不可能的 别人有的我会没有 懂你的难处 不要说我还 有点舍不得起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不敢抱着 能不能快上 更懂你的幸福 快来看快来看 两条杠 两条杠 然后我老公笑得不得了 是两条杠 傻子 我现在的生命里 全都是孩子 2021江西省 红十字基金会 专项基金 联媒华山医院 推出全培住院计划 一年不怀孕 全培退费 一百个公益原住民额 守护一百份温暖希望 用专业与安心 读懂每一个妈妈的心 首都医科大学 复兴医院 医联体医院 南昌华山医院 8521 1313 学汽车技术 就来万通 江西万通汽车学院 向任 向任 向任香茶油 向任 杨古宇是封城市的一位民警 从警13年来 杨古宇用一股青春热血 践行从警时的誓言 不畏艰难 赤诚未明 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先后荣立二等公益次 荣获宜春市五一劳动奖章的提名奖 被封城市评为 优秀人民警察 劳动模范等荣誉 可是 这么一位优秀的民警 在当初选择职业时 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 行政岗位危险系数相对较大 杨古宇的母亲一开始是反对的 可看到儿子对行政事业 有着这么强的意愿 涂秋莲被打动 最终同意她做刑警 她爸爸走了 肯定也是行政岗位上走的 肯定是好话 你个现在人也这么大了 我也不想跟你讲好多 你个现在上班了 觉得踏踏实实工作 禀禀纷纷住人 杨古宇在一线行政岗位上一坐 就是八年 2015年因工作需要 杨古宇调到地方派出所工作 在这个岗位都是公安工作 既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也有家常里短的矛盾纠纷 可不管什么时候 杨古宇依旧尽心尽责 我一定不能让他流连 我要做好他没有做好的事情 而且我要更加努力 来做好他的儿子 因为英雄的儿子不能是个狗血 这是我现在 我一直也在做的事情 图丘连说 丈夫生前 他每天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等他安全回家 才敢上床睡觉 儿子做了刑警以后 他又开始了同样的等待 如果他那个晚上没跟我联系 刚好早晨就会跟他联系一下 就跟他联系一下 担心 好担心 特别担心 特别是因为他的高血压 我很担心 这一点特别 真的是很担心 2012年11月1号清晨 侦察员发现犯罪嫌疑人 纠集在一起 正乘坐一辆黑色现代轿车 从封城市城区 龙光西大道往城外走 杨古宇立即和战友 分成两辆车 前往跟踪 抓捕犯罪嫌疑人 在抓捕犯人的时候 被犯人淘宝 被汽车拖拽了 有将近400名 当时成功抓获两名犯行人 等待已久的抓捕良机 终于来临 杨古宇第一个跳下车 冲向犯罪嫌疑人的车辆 看见有警察冲上来 犯罪嫌疑人 立即把油门踩到底 杨古宇被车辆拖行拽走 汽车的刹车皮 都磨出一股烧焦味 怎么讲 当时不害怕 事后害怕 因为抓人的时候 我们都是阴门心事 想把他们嫌疑人抓到 不过一生 老家里面没有其他杂念 犯罪嫌疑人 被杨古宇的勇敢 吓得惊慌失措 杨古宇用尽全力 左手死死前景 嫌疑人的臂膀和脖子 右手用力抢夺方向盘 往右边打死 随着砰的一声 车子撞向路边房屋 最终被逼停下来 事后的时候 刚抓人 马上就行李起板 就坐在这儿干我 刚是太刺激了 这干我 事后下来还是路边房屋 怕的 如果真的出什么问题 家里怎么办 2020年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爆发之初 封城市市政府 派出多个采购小组 购买防疫物资 可到处都急缺口罩 为了整个封城市的百姓 杨古宇所在的辖区 紧急前往封城市 唯一一家 可生产医用口罩的 医疗用品公司 这个口罩 当刚开始的产量不大 一天只有一万个左右 而且因为是大年三十 好多员工都回去了 为了解决员工的 人手不够的问题 我们古宇同志就带到我们 所里的民警辅警 帮他们搬运物资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 生产出百姓急需的口罩 杨古宇和他的同事们 日夜坚守 搬运物资 防控疫情 最终有力地支援起了 封城市的口罩复工生产 将近两个月时间都没有回家 都吃住 都在我们隔离点 所以大家 那段时间天气又比较冷 所以大家都非常辛苦 不管下雨还是吹风 我们就在那个帐篷里 全天二十小时 搞了一个行军床 也不敢脱预 因为怕经常临时有事 你要起来 听到车子 听到人 你都出来查看一下 李卫平所长告诉记者 曾经在一次扫黑除恶任务中 杨古宇被抽调至异地办案 由于驻扎时间达半年以上 加上工作强度大 导致突发性高血压 杨古宇被紧急送往医院 差点 下来下来并未通知单 当时都感觉 懵掉了 赶快跑到医院去看着他 然后 一定要好 就没什么别的想法吧 就一定要守在他身边吧 说起自己的憧憬经历 杨古宇云淡风轻地跟记者讲述着 仿佛那些危险呢 他早已经习以为常 工作中杨古宇尽职尽责 是当之无愧的人民好警察 可是提及家庭 杨古宇为何自责不已呢 他时刻不忘入境初心 接过父亲的接力棒前进 我儿子 他认识了 感觉之前 那个时候就突然间很疏弱 困难面前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爸爸妈妈谢谢你 教我所认得到你 失败是给我鼓励 成功是分享甜蜜 都市情缘 春节特别策划 幸福请回答之 两代人的坚守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心脑健康公益时刻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您 在中国 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 血液粘稠 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气短乏力 甚至心梗脑梗 中风偏瘫 预防血栓 你我携手 立即清血 净化血液 多运动 心好脑好精神好 今天您清血了吗 好好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哄血范畴 哄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古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哄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哄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哄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冠状病毒不可怕 早外出 出门必须戴口罩 行消毒 七步洗手最有效 房大还得靠自己 帝国立民立大将 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附属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三级掩耳鼻喉专科医院 电话 0791866 五个三 红毛药酒老品牌 传承二百八十年 驱风厨师通筋落 书筋活血 健脾肾 品质如精选红毛 客户爸妈更周到 红毛药酒 带爱回家 滴滴情龙 帮扶不到位 哎 累了 精确识别 精确帮扶 路子通了 爽 精准脱贫 一路向腹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祖方源自补肺汤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喘咳气短 干咳 痰黏 你需要注意补肺 中药补肺丸 专制咳痰喘 妈 好香 有秘诀吧 长康芝麻油 多放一点啊 营养口味都有了 实在是香 长康纯芝麻油 原味原香 绿色长康 学汽车技术 就来万通 江西万通汽车学院 221向前奔 奔向梦想 奔向幸福 奔向热爱 奔向希望 奔向温暖 奔向美好 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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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奔头 从仅13年来 杨古宇参与 侦破了各类案件 杨古宇把自己的青春 奉献给了公安视野 因此缺少对家人的陪伴 可是母亲和妻子 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持她 甘愿做她最坚实的后盾 有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杨古宇这才可以在岗位上 安心地工作 忙碌了一天的杨古宇回到家中 她说 抱抱孩子陪陪妻子和母亲 是一天工作后最幸福的事 我也是在外面办专案 也抱了将军半年才回来的 回来之后 我儿子突然间认识我了 感觉自己 那个时候就突然间 很失落 很失落 那种感觉 有 瞬间就很了美酒 提及家人 杨古宇内心自责不已 这些年来 他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了工作上 陪伴家人的时间 少之又少 后来生活在一个城市 工作在一个城市 跟两地分居没有区别 后面我其实慢慢 慢慢理解了我的工作性质 我也 我也带到 参观了我的工作环境 因为两个人毕竟 刚开始接触我 都比较 比较 比较想对方 然后都会想让他多陪伴 后来慢慢地慢慢地了解 我觉得他也比较辛苦 我慢慢地也会体谅他 在罗凯眼里 虽说丈夫因为工作性质 总是忙个不停 但是罗凯知道 丈夫心里对家人的牵挂 只多不少 他不怎么会多说话 但是 比如说我平时讲的 随便讲的一句话 他会记着 比如说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他只要一回来 又有空 他就给我带 但是他不会跟我讲 就是他只是会做 他做的比较多 说的比较少 图丘连告诉记者 平日里儿子负责忙工作 他和儿媳在家带两个孩子 虽说日子忙忙碌碌 可这个家却是无比的幸福 像我们人家那个 那个红年过33家 我们几乎 不知道有一两次 我们这个小家庭 等于在一起 都是我们带两个宝宝 跟我儿媳 我们四个人过 他就一般他就是值班 或者出钱 杨古宇的妻子罗凯 是一名人民教师兼班主任 说到妻子罗凯 杨古宇却骄傲不已 我妻子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清朝的人 家里大小的实际上 所事都是他 都是他在照顾 我老婆自己也要工作 他是一名教师 也拿过很多次游戏班主任 他很优秀 我觉得情少 他也是个精重 他是高于警察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 变成了一家人 他多爱你几分 你多换他几分 找幸福的可能 我从此不再是一个人 有时候突然间就回忆 回一起以前的那些 点点滴滴吧 以前刚结婚的时候 就天天出去玩 然后有时间就会出去旅游 现在已经我们两个人 已经好久没有出去在一起了 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 一个是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 在这个家庭 夫妻相近 幸福美满 作为一个女儿来说 还是希望小孩在身边 然后老人健康平安 然后丈夫的话 丈夫可以经常陪陪自己 陪陪小孩 这样子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还是希望杨固宇在外面 能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吧 健康 安全还是第一 聪明可爱的儿女 苍健的妈妈 贤惠的妻子 全家人开心地在一起 对于杨固宇来说 就是最珍贵的幸福 大大妈妈谢谢你 教我所有人的道理 失败是给我鼓励 成功是分享天明 我跟老婆在后面 做到后队吧 让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嘛 我们保护好这个 照顾好这个小家 是吧 2020年11月 杨固宇家庭 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 杨固宇说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母亲和妻子 祝我们家红红火火 祝我儿子儿媳 更上一层脑 工作上 祝两个宝宝健康成长 这就是我最大的信念 我希望我两个小孩 能健康快乐 我希望我的婆婆 身体一直健康平安 那我希望我的丈夫的话 在外面也是一样的 健康嘛 平安 浩月当空 万家团圆 希望忙碌了一年的杨家人 能够如愿 在一起吃一顿人夜饭 此时此刻 对于千千万万个家庭来说 团圆才是最好的新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当我问杨固宇一家人 有什么新年愿景时 他们不约而同 祝福了家里所有人 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那一刻 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想 大概这就是 家人之间的爱吧 无论什么时候 最牵挂的 永远都是家人 头顶是锦灰 肩上是盾牌 一身藏蓝 一颗红心 杨家两代人的初心 一辈子的坚守 看似平凡 却不平凡的爱心壮举 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诠释了最质朴的人间亲情 传递着最感人的人间大爱 无好文明家庭的评选 让孝老爱亲的家风传播 正是有了一个个 像杨古宇这样的家庭 我们的国家 才会山河无恙 人民皆安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我们都市频道正在打造 以单位为基础 以结婚为目的的婚恋服务平台 都市放心爱 我们将会汇集全省各级政府机关 和各大企事业单位里边 最优秀的单身青年 打造最专业的婚恋团队 为单身的你找到心仪的他 想脱单 别等待 找二套放心爱 大家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